迴轉的黑色轎車突然撞上右側電線桿 電纜線瞬間突落 路口監視器影片也劇烈晃動 一輛遊覽車經過時 車頂勾到下垂的電纜線 拉扯電線下耗製排墜落 監視器搖晃幾下後隨之故障 後面又跟來另一輛遊覽車 面對眼前的電纜線 擔心電纜會整個脫落 不敢繼續往前 轉彎試圖鬆開纏住的電纜 乘客健壯也趕緊下車 將吊在路中央的紅綠燈踢到旁邊 這個十次路口在六號早上五點多 黑車沿著女中路二段 往藍崖女中方向時 不明原因自撞路邊電感 造成電感耗製電纜脫落 隔了一個多小時六點多 同樣行駛在中山路二段 載送學生的遊覽車準備右轉 車頂勾到下垂的電纜線 將紅綠燈整個拉了下來 最後一輛將近七點經過的遊覽車 完全不敢冒險轉彎停車 請乘客幫忙 幫吊在路中的紅綠燈踢往一旁 那個其他的那些 那兩個紅綠燈都整個都下來 整個電線給拉下來 對 後來我們有客人有去 上去把那個 然後我們的塑膠袋 紅色塑膠袋去綁 綁在那個電線上面 怕那個車子 再去勾到 再去勾到 可是沒有用 每次都 每台車都擊殺 所幸 遊覽車上的學生並沒有受傷 附近店家見狀也幫忙出來 指揮交通 一當警方也將持續調查與厘清 事故的發生原因與責任 記者 林醫生 李嘉燕 採訪報導